直击财经热点 把握新闻脉搏 观众朋友好 欢迎来到财经会演节目 我是李源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李克强承认中国经济在下行 称小企业需要减税 气候峰会上国际领导人宣布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 中国经济太差 青年拒绝996 无奈选择躺平 美国商会表示 中共防疫措施引发外资主管出走 马斯克身家一天暴增近240亿美元 在推特发中文七步诗 中共倒霉称十四五规划不设GDP指标引关注 iPhone 13交互时间拉长 分析师称总体稳定 据中共官媒11月2日报道 中共总理李克强在市场监管局调查工作会议上 承认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 他还称 现在中小企业需要减税降费 多家中共官媒报道 李克强在会议上称 经济应当采取更保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维持增长 他呼吁对中小企业减税降费 另一方面 李克强还赞成打击垄断 反对囤货等主张 李克强的讲话是在中共政府发布疲软的10月经济数据后做出的 中共统计局周日表示 中国10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降到49.2 连续第二个月低于50大关 显示出制造业活动紧缩 在会议中 李克强宣称 中国处于经济增长周期的调整阶段 今后北京将更多关注前景 而不是眼前的经济表现 彭博社评论说 近期中国的房地产业增长放缓 而近几个月的国内经济也一直在放缓 由于电力短缺给制造业带来压力 以及严格的疫情控制措施抑制了假期支出 10月出现了经济增长进一步疲软的迹象 最近几周 国际多家主要投资银行 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下调至8%以下 而前中共央行顾问黄一平在11月2日告诉彭博社 尽管中国经济在未来几个月内将进一步放缓 但当局还会发布超过8%的增长率 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大会上 100多位世界领导人承诺到2030年结束森林砍伐 还有超过30家的全球最大公司宣布停止 有关毁坏森林的活动的投资 签协议的国家中森林面积最多的国家 包括巴西 加拿大和俄罗斯等 该协议将涵盖世界上大约85%的森林 作为回报 各国将获得价值190亿美元的资金 另外 还有90多个国家承诺到2030年 将全球甲烷排放量比去年的水平减少30% 但世界上最大的甲烷排放国 中国 俄罗斯和印度还没有签署这条协议 对于各国停止砍伐森林的号召 亚马逊等地区的土著协调组织表示欢迎 但也有人是担忧 此举可能会有一刀切的效果 导致森林生态遭遇新的影响 同时引发森林火灾肆虐等问题 香港媒体报道 近期中国职场对员工的剥削越来越严重 许多科技工作者厌倦了996式的职场文化 并认为中共的制度缺少机遇 此前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曾把每周工作6天 每天工作12小时的职场文化称为福报 引发工薪阶层的不满 根据南华早报的说法 中共政府对劳工方面的监管不利 加剧了职场问题 政府部门也不允许建立工会 这也削弱了对工人的保护 报道采访了年轻的工程人员范某 她表示 在996压迫下 职工薪水不够用 在北京 白领们一个月赚的工资 不够北京每平方米的房价 这种差距让她感到自己的努力是白费的 在无法忍受职场生活后 她选择了躺平 还有一些民众表示 现在中国的经济情况 已经严重影响了就业市场 导致不少岗位发不出薪水 职工很难偿还债务 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教授蔡明芳 11月1日撰文指出 近期北京政府的限电措施 让就业市场变得更脆弱 这影响了许多人缴纳房屋贷款 还导致房贷违约几率增加 如果限电继续影响国内的工业活动 劳动力市场还会受到进一步影响 失业人数会继续增加 进一步牵连到房地产等领域的发展 引发中国多个经济层面的负面连锁反应 中共的防疫措施引发外资主管的撤离潮 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吉布斯表示 根据集团的调查 现在有45%的商会成员警告说 防疫措施损害经营 而且还有超过70%的企业 没有办法吸引外籍人才到中国 自疫情爆发后 现在在中国的企业高管与家人 也很难进出中国 这显示北京政府的防疫措施 已经成了问题中的问题 华尔街日报表示 现在北京政府仍然在实施严格的防疫政策 毫不顾忌政策带来的影响 有时中共的政策能随意叫停港口的船只 并要求船员全面参与检疫 这严重影响了经济活动 10月31日在上海迪士尼乐园 3万多游客被要求接受核酸检测后 才可以离原 这种现象实属罕见 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 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延忠称 现在要让北京政府放弃防疫政策 就等于再降低北京政策的合法性 因为现在改变政策 就意味着北京之前的防疫路线是完全错误的 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 本周传出与汽车租赁集团赫兹合作的消息后 特斯拉的股价飙升 11月1日 马斯克的身家一天就增长了240亿美金 目前他的总身价超过亚马逊创始人贝佐斯的2倍 超过巴菲特的3倍 在身价暴涨的情况下 马斯克在推特上贴出中文古诗七部诗 主斗燃斗旗 斗在府中弃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并将标题改为人类 不少网友纷纷猜测他的用意 彭博社认为 马斯克在推特上发布了曹职与曹丕两兄弟因妒忌而互相伤害的事 可能是因为加密货币的纷争 近期新兴加密货币、狗狗币与柴犬币的纷争间接反映了这一问题 而另有人士认为 近期马斯克登上世界首富位置 不仅面临征收富豪税 又遭遇联合国等部门的喊话 要求富豪捐款从事公益事务解决世界饥饿 随后马斯克对联合国的呼吁表示质疑 发推文称 如果联合国能确切说明将如何使用他的资金去解决世界饥饿问题 他就愿意捐款 本次他贴出七部诗 并把标题改为英文的人类 实际上是对社会上互相争斗的现象表示不满 也有分析认为 马斯克贴出了一首诗 只能显示出他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也反映出他理解了这首中文诗的意义 此前中国企业美团的创始人王兴 热衷在社交媒体上贴出诗词 他曾贴出了《焚书坑》这首诗 其中有《流向原来不读书》的诗句 被外界解读为暗讽习近平 但王兴本人却似乎没有察觉 还紧急辟谣称 贴出股师只是谈论了他对人生的感悟 但还是引发舆论热议 11月2日 中共胡说人民网发布一篇文章 鼓吹习近平关于不再简单使用GDP论英雄的说法 报道罕见的以有网友找查问 十四五缺了什么作为开头 引出十四五的计划中 没有GDP增长率指标的话题 而在以往 GDP的数值都是五年规划的重头戏 报道中 中共人民网变称 现在不设定具体的GDP指标 是在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 并以经济增长质量为立足点 报道还引用习近平的说法 对外喊话称 不要被短期的经济指标波动所左右 人民网宣称 今后中国经济开启了高质量发展时代 并暗示不能不顾及现状 也不能全面依赖强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发展 这一消息引发业界对中国实际经济状况的关注 在十月 中共罕见的公布了第三季度GDP跌破5%的报告 由于北京政府的GDP数值长期存在水分 外界对中国经济增长乏力的担忧加剧 评论员何旭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 中共政府的党报中 频繁出现所谓高质量发展的说辞 实际上就是在美化中国经济下滑的情况 把GDP下降称为寻求发展质量 这与中共此前把大饥荒美化成三年自然灾害 把失业美化成下岗和灵活就业是类似的 而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指出 中共的所谓高质量发展之路 就是以强迫手段获取外国技术 以异国之力偷窃技术的产业升级策略 在西方技术的来源被切断 中国又缺乏自行开发能力的时刻 中共僵化和窒息的体制 才是中国技术发展不能突破的原因 分析人士钟原10月撰文说 今年中共党媒十一宣传的调子明显低了不少 试图大力歌颂 但也只敢称经济稳中向好 中共新华网不断试图拔高宣传 并再称平视世界 不但没能展现豪情 反倒透露了自卑 在现行经济的基础上 中共高层无奈之余 没法再高调 中共党媒很想高调 却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接下去 中国老百姓的日子恐怕不会好过 中共高官们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近期国际供应链压力增大 苹果iPhone 13手机系列交付的时间是否会拖延 引发市场关注 摩根大通分析师11月11日指出 自iPhone 13发布以来 国际市场中档iPhone 13的交付时间 现在比较稳定了 高阶版本的手机交付期限正在缩短 而中国市场 iPhone 13交付的期限被延迟 根据分析 出货比重占35%的美国 iPhone 13 mini和iPhone 13的交付时间 需要大约11天 iPhone 13 Pro和Pro Max需要大约28天 而在中国 两款中档手机的平均交付期限 是15天和19天 比早些时候平均延迟一天 两种高档手机的交付期限是45天 比上周的大约40天有延迟 分析师指出 这可以反映出市场供求的趋势 也反映了iPhone手机 在中国市场的供不应求 好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对财经会演节目的 点赞订阅留言 也感谢您传播希望之声TV频道 我是李源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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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